十二星星座 各位朋友大家好 十二星星座絕不只是十二星星座 歡迎收看七月份運勢 我是星星教授安格斯 本月份被水逆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 從七月八號的早上七點 一直到八月一號的晚上十一點五十八 都是水逆的範圍之中 而水星所守護的這個處女與雙子 思考判斷面影響是較大的 吐賊出包的狀況比較多 而對牡羊水瓶則是在莽撞行為 語言語上要特別注意防範出現頻率比較高 而且會造成傷害 這一波水逆基本上從五公逆回四公 伴隨其他星體逆行的狀況 家裡有幼兒或是小學中年級以下的小朋友 要特別注意他們在遊玩時候所創的傷害 所以要小心防範 那麼個人部分有遺產或是保險的金錢問題 需妥善處理 如果你有玩錢有投資的投資理財部分 不動產的交易 土地買賣糟糕的時機 股市的外匯都會有動盪 七月份整體來說 各星座都或多或多出現一些愛情與親情的障礙 是個感情不良的月份 接著來看看這個不太舒服的七月運勢 牡羊座的朋友在工作面的狀況其實是非常好的 不過在壓力過多的情況之下 情緒失控是常常出現的事情 而情緒失控呢 牡羊座基本上不太容易讓它影響到你的做事 卻非常容易在對朋友與同事相處面出現很多的紛爭 所以如果團隊做事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牡羊還是要學習稍微讓一步 聽聽對方在講什麼 在其後再說服他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在金錢運的部分 牡羊這一個月份會投資在自己的專業技能上 這是一件好事 如果有這樣的支出 你是應該要做決定的 在面對到感情部分 前面有提及 牡羊座的脾氣除了要收斂之外 對於過多的壓力 你可以靠很多的吃喝玩樂 自己的嗜好去釋放它 而不要發泄在自己關心的人身上 否則呢 他們身上累積到你的不好情緒 再反饋的帶給你的時候 也會讓你有同樣的情緒 而情緒會變得更糟糕 牡羊座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在水孽這個月份呢 你的腦筋算是相當清楚的 請做好你工作上的決定 即便有一半的心體都在逆行 但是金牛座負負得證 卻是十二星座 本月份運勢最好的星座 那麼先講到比較不好的部分 還是有個八九十分 也就是職場層面 為什麼這麼說呢 金牛座在這個月份裡 做事會有一些不順心的狀態是 上面可能發布了一些命令 要你去執行 那你心裡不是太同意 在溝通意見的同時 總是會有人出與你相反的一些想法 這會讓金牛心聲不悅 畢竟呢 你的計畫你的想法 都是比較周全的 怎麼有人會出這麼奇怪的一些意見呢 還需要你去支持他 那對金牛來說呢 其實你不用忙著去說服別人 很多事情做出來的成績以及成果 它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那面對到金錢運 其實金錢運的部分 金牛座正偏財都雙雙好 所以投資應該做 那副業呢特別旺 在工作上面呢 不管再多的阻礙出現的時候 它不影響到你金錢面的收入 感情部分會得到相當的溫暖 如果你有什麼心仪或喜歡的對象 那你記得要多去陪伴 而家庭運由於呢 為你帶來好處 也要多與親密的人相處 無形之間也為你增加了很多分數 雙子座的朋友 本月份呢因為水星逆行 所以你身邊常常會充滿很多思考 或是做事不正常的人 那相對來說呢 雙子自己的頭腦呢 跟眼睛都是比較清晰的 你要充分做好平衡的角色 無論在你的公關技巧 做事首碗上呢 你應該都是能游刃有餘的 記得千萬要扮演這個意見的整合者 那麼有些人想不清楚的事情 稍微點塌一下 那基本上你就做足了軍師的功課 在工作上的發揮呢 還是算相當理想的 那麼金錢面的收入呢 可能會稍有一些阻礙 你會覺得付出了怎樣的力量 卻沒有得到對等的回收 不過不要急 一切它會來的比較慢而已 至少在金錢上呈現是這樣 有遲緩的趨勢 那相對來說呢 投資本月不宜大額的投資 所以小額小額是OK的 那雙子在規劃這個金錢的使用 要特別要量入為初 在感情運的相處部分呢 雙子的晉級運氣也非常的好 對於一些喜歡的人事物 你應該都要積極的表白 然後表示自己的企圖性 那對你來講呢 你爭取到的機會也相對的比較大 這個月份雙子座呢 在修復感情之間的運氣也很好 如果對於想回頭的雙子 這個月份你要好好把握 雙子座的朋友 這一波水利呢 對你的影響相對是較大的星座之一 那首先講到在職場面的做事呢 很多事情都不會照你想法中的去走 所以以至於呢 當你在規劃一些事情 你會覺得 怎麼我就這樣造的步驟做 四周人似乎也同意我的想法 但最後導向卻不如我所預期 那這會造成你心頭的一些不悅 那麼在心情保持始終會有點鬱悶的情況之下呢 在面對感情面對家人 以及朋友的相處之間呢 巨蟹或多或少 都常常會帶著情緒去說話去做事 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在健康方面呢 據說即便身體還不錯 卻有出現這種外出出遊意外的發生 記得要小心的防範 那在面對金錢的使用呢 巨蟹同樣的跟前面一個星座一樣 要視自己的能力而為 無論是做學習或是做投資 其實你沒有足夠的錢 不要先擠得投出去 特別是在這個月份的收入 可能會有不如預期的情況之下 但是好在你的客戶運勢其實不錯 記得要千萬要注意好 經營你的人際關係 視座朋友 在大多數星座7月份一面倒下的狀況 獅子反而在工作與金錢兩者 是回穩的狀態 那在工作部分呢 其實你的想法上 原則上都可以得到正確的執行 那麼對於想換工作的獅子 此時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即便你沒有立即的換 但你卻可以開始規劃去找尋 你可以聽到一些不錯的訊息 那麼在朋友的相處面 這一個月份的貴人運氣是十分旺的 而且是旺在你的金錢斬獲上面 所以無論是與人合作 或是聽人的訊息投資 獅子都要做足這個 從人身上得到的一些訊息 那麼如果抓住它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開心的金錢回收 感情運勢會是 獅子座這個月的問題 所在水膩 也就膩到了這個地方了 首先是你的身旁的人 關心的人 常常會帶給你很多心理上的負擔 你需要花很多時間 去處理他們的感情問題 也就會造成你無形之間 本來一切自己都好好的 卻因為要負擔別人的心情壓力 而帶給你一些很多不好的想法 獅子要保持一個比較樂觀的心態 這樣你曾來處理好別人的事情 同時又顧好自己的心情 處女座的朋友 在水膩開始時 你同樣是影響很大的星座之一 那我們先講到比較沒有問題的部分 是你在上班在工作的時候 原則上呢 並不太容易有突發意外的出現 也不會讓你覺得手忙腳亂難以處理 一切就是照著平常你的節奏去做事 那麼一切就可以安穩的過 那麼出問題的點呢 在金錢在感情 首先講到金錢的部分是 處女座會遇到一些額外的支出是比較多的 像是收到罰單 像是一些不在你預期規劃之中的支出 而且你甚至是不太容易躲得掉的 所以在金錢的付出 你心裡做好一個準備的時候 它對你的傷害也就會減小了 再講到感情的部分 處女自己除了忙碌之外 心情上似乎也沒有調整到一個舒適空間 能去好好的應對感情 以至於身旁的人常常會覺得你心情不專 似乎不太專心 會對你頗有為辭 而且心裡記得還蠻深的 所以如果感情會是你很重要的一塊 處女也要特別小心這部分 那麼在這個月份 處女座的長輩員是相當好的 長輩員當然除了包含比你年長的人 比你資深的人 或是階級高於你的人 他都算是此範圍 處女好好經營這個方向的人員 那麼對你來說 可能會有貴人的出現喔 天明座的朋友 這個月的運勢算是過關的 在微弱的燈光之中 卻出現了一絲曙光 這個曙光指的是感情的部分 天明座本月份的感情是相當有亮點的 所以其實只要保持好 有點幽默感的說話方式 還有樂觀的外在 那麼你的魅力就得以保持 既然講到魅力兩個字 天明座在本月份 公關交際場合是很容易發光發熱的 所以也鼓勵你積極的去參與 這樣對你這個月比較平頸的工作試驗運 它的幫助是比較大的 那在金錢的部分 天明座也算是得過且過一切平凡的過 該支出的部分少不了 壓力人就在 但是你想多賺的也賺不到 但是有沒有額外會大失血的支出也沒有 天明座在面對金錢的時候 比較平心進去以對它 那在工作的時候要稍微保持低調 不該說的話少說一些 而感情運的亮點呢 可能可以為你換來不少的快樂 天蠍座的朋友 本月份的金錢運勢是十二星座之冠 特別是上升天蠍的朋友 更勝於太陽天蠍的朋友 那我們講到在金錢運的部分 建築於天蠍座 你有沒有保持一個友善的外在 我們都知道天蠍非常的有個性 很多想法一定信心十足的時候 就會容易展現自己的殺氣 這個殺氣部分要收斂一點 人家喜歡你才會多一點 這個部分記得要調整 那麼同樣用在你比較差的感情運部分 你就更需要柔軟喔 那麼天蠍座如果是有伴的 另一半可能累積了很多 需要跟你溝通的事情 你得要耐心的處理 對於單身天蠍而言呢 不是多約會就有用 而是要調整正確的目標 你腦海中究竟有沒有想清楚 你要的是什麼 那麼再出手才不會貿然的失敗 但講到事業運維持的還不錯的狀況 在工作上 你應該要積極的提出自己的想法 你很容易可以說服跟你志同道合 相同意見的人帶領他們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社友座的朋友 在這個月份面對到工作上 你會很容易出現想逃的心態 那社友座本來就是一個需要 在緊繃壓力之後 要找到舒緩的玩樂的一個星座 那你要做好這個 假日與平日之間的生活調配 橡皮筋才不會因此過度緊繃 還是需要鬆弛一下的 那剛剛講到事業運的部分呢 抗壓性要保持住 因為畢竟水膩的時候 很多奇怪的事情 會讓社友覺得 沒有辦法維持單一做事方式 要常常變化好累 這難不倒你的 只要保持好自己平靜的心態 去應對工作上的各種突發狀況 你會面臨到的 所以你要處理好它 那麼金錢運勢沒有受影響 所以社友座只要記得 錢的收入影響不大 只是做事上比較不順心 這樣想可能會幫你增加一點好心情 金錢運勢不用太擔心 意外支出也並不多 自我投資也是必須做的 而感情運勢的部分呢 社手只要記得 扮演多聆聽的角色 少說話 那這個月份裡 社手座在感情上 比較需要扮演心事垃圾桶 這個時候要用到社手座最缺的一件事 就是專注聆聽分析 社手一向比較少這三個能力 在感情上你要發揮出來 它對你的感情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摩羯座的朋友 7月份是一個相當的不利於你的月份 那這個月份呢 講到了很多心力型 水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首先我們講到在金錢運的部分 特別如果你是主管階級要做決定的人呢 那很多事情的決策可能會造成金錢上的損失 所以面對任何決定的時候 記得要多聽大家的意見去整合 甚至其中呢 其實有一些人的想法是比你好的 你應該要稍微虛心的去整合一下 並且接受別人的意見 它比較能避免你錯誤的發生 那麼在事業的部分呢 工作上呢 你可能會面臨到很多加班的狀況出現 你必須去承擔很多不屬於你的事情 那麼摩羯該不該做呢 應該要距離力爭 其實該推的時候該修的時候 你應該要想個辦法緩和的避開它 以不相及人際關係為原則 那在感情的部分 摩羯其實比較有心無力 一來是體力不夠 二來是心力也不夠 所以在相處上呢 你會面臨到對方的很多不悅 但是呢暫時先放的不要處理 至少你不要展現出自己不好的心情 讓人家解讀到 你就是累就是需要休息 迴避一下感情也不會降溫 摩羯一定要做好自己身心的調整 一切運勢才會順 水瓶座的朋友 本月份是你換工作的好時機 一切訊息一定要務必注意它 那講到事業運呢 基本上呢是順利的狀態 那麼很多如預想中你想推動的事情 它也都可以像是很順的車輪 不斷的往前轉動 那麼感情運勢是十二星座之最 所以水瓶座在愛情的工房站上是無往不利的 而且魅力呢在各種場合都非常容易的展現了 唯獨是一點 那既然交際強的時候呢 很多的場合很多的局 你勢必都得去參與了 於是金錢的花費就消嫌多了一點 如果顧及到你金錢的使用面是正確的 那麼你經營的一切關係一切玩樂 它也都是有益於你的 控制好你金錢的使用對象 對你來說才有正面的加分水平要扣緊自己的荷包 雙魚座的朋友 本月份金錢、感情跟工作三個部分的落差很大 它會呈現一個好像從高峰又有谷底的出現 所以雙魚基本上在調適上還蠻不能適應的 我們先講到工作運勢雙魚的亮點 它幾乎不落於十二星座第一名的星座 所以事業上雙魚座一定是勢如破竹 你可以有很多的開拓運氣 你也可以見到很多新合作的出現 雙魚基本上面對工作應該是非常開心的 雖然它也有一點勞累 可是對雙魚來講這個勞累基本上也建築於快樂的心情上 那麼在面對到金錢的使用 雙魚會有一些不在自己規劃之中的金錢支出需要去用 所以雙魚可能會覺得奇怪我工作似乎都蠻順的 提案想法什麼也都很順利 為什麼我的錢遲遲沒有見到進帳呢 對於此其實雙魚不用擔心 雙魚相對來講個性上是比較急的 金錢的運勢累積在後面 所以你後面會見到他的時候 本月份你就期待他一切事情往好的方向走 既然事業運勢是順的 那麼金錢累積也就逐漸在成長 其實也就不用那麼擔心 反而感情部分的狀況 雙魚座本月份似乎面臨到很多難以抉擇的狀況出現 在二選一之間雙魚座其實還是要記得握在手中的 才是你真正所擁有的 假如你有感情的問題取捨 記得一定要記住這個原則 不要替自己找麻煩 雙魚在與人的相處上總是缺乏耐性 那麼在這個月份特別是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記得要處理好人際關係 寧葬